嗨,大家好,我是大便 今天要玩這個遊戲叫做Albert and Alto 他在Steam上還有一個副標題 叫做The Adventure Begins,就是冒險的起程 好吧,那就直接開始吧 這是一個兩年前的遊戲 沒有玩過,不知道怎麼樣 感覺應該也是2D平面的解謎遊戲之類的吧 怎麼了,你也小女孩 然後這個遊戲我在Steam上看的時候 小女孩怎麼不見了 我在Steam上看的時候,他說他有中文的字幕 還有語音,配音 可是我剛進遊戲的時候,完全沒看到可以調的地方 完全沒有 這遊戲音量會不會太大 稍微調整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要收集什麼東西? Option 稍微小聲一點 這個靈敏度稍微高一點 畫質好一點 這靈敏度還可以 左右鍵 Shift沒反應 可以跳 Ctrl不能蹲 開槍? 可是我完全沒看到好像需要用到字幕的地方 打小鳥 不能打鳥啊 要什麼都沒有介紹就直接開始了 都要自己摸索 這是怎樣 我要去拯救那個小女孩嗎 這什麼? 拜託也稍微給我一點 教學嗎 To view your world 什麼? 沒有看到 剛剛下面那個字 被那個水杯擋住了 收集碎片 剛剛那個是碎片 有25個要收集 好吧 就盡量收集吧 有缺我也沒辦法 這下去會怎樣? 死掉嗎? 有缺我也沒辦法啦 我就盡量收集 想要特地為了收集 又跑東跑西 在那邊找來找去 到目前都還蠻簡單的 推推箱子 這裡有一個碎片 我可以在空中的時候 半空中跳躍嗎 試試看 不行 沒辦法在空中跳躍 這不是WARFRIEND 這不是WARFRIEND 喔 我懂了 要下去 收集碎片要靠箱子 箱子應該會提供我一個立足點 對不對 我猜得沒錯的話 漂亮 我先上去收集碎片 看一下從高處跳下來會不會死掉 不會 從高處跳下來不會死掉 可是插到針卻會死掉 這怎樣 按下 按S鍵可以互動 圖畫 三個人 這應該也是一個收集要素 你會找到你的收集碎片 沒看到 應該是這個 他剛剛有說這個嗎 Gallery 然後剛剛收集這個碎片 喔 有12個 這到底是什麼遊戲 這到底是什麼遊戲 收集Game嗎 收集遊戲 啊我現在還是不是就上不去了 算了 嗯 射擊 喔這個我知道 到這裡才需要教學 剛剛那個烏鴉是怎樣 蛤 被抓走了 不攻擊他就會被抓走啦 試一下 哇這miss掉 miss掉的話補充子彈需要一段時間 嘿嘿嘿 遠一點射就不會有事了 喔這個我要過去 喔我看到上面有箱子了 一定是要壓這個機關 對不對 然後我才可以開門過去 還可以啦 我個人是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撿不到嗎 我要用箱子 我個人是蠻喜歡解謎類的遊戲啦 解謎意識類的遊戲我很喜歡 因為通常我在玩的時候 不太會卡住 而且 而且我蠻喜歡 享受那個解開謎題的快感 但是解謎類遊戲有一個很大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劇情量比較少 通常解謎遊戲劇情量就比較少 我就覺得這 蠻可惜的 所以有那種有解謎又有劇情的遊戲 通常是有啦 但是比較少 該不會可以下去 不要欺騙我嘛 害我以為可以下去 哇 這是陷阱島嗎 謝謝 謝謝 這可以上去嗎 我覺得石頭掉下來好像上面就有什麼東西 可以 可以 可以上去拿的一樣 嚇誰啊 我跟你講你要再努力一點喔 這樣嚇不到我的喔 來 等一下 什麼聲音啊 喔喔喔喔喔 床 這是什麼 阿 什麼都要開槍試試看 哇 把那個要怎麼拿 這裡過去嗎 這裡要上去一定要靠這個箱子啦 可是這個箱子 這個在開槍還會把我捲上去嗎 上面那個要怎麼拿 靠那個彈簧船嗎 旁邊那個 有一個彈簧船 然後再回去那邊撿 感覺Steam上有蠻多這種 2D平面式的解謎遊戲 蠻喜歡這種的 這裡還有一個 漂亮喔 這個我要怎麼過去 這個過去嗎 可以耶 可以 這什麼 這不是那個女孩子的兔子嗎 按Q拿起來 怎麼了 蛤 蛤 蛤 Double Jump With Auto 按Space 這個小傢伙就是艾伯特啦 這個遊戲叫做 那個Albert and Auto Auto就是他身上這個 紅色的兔子啦 那這個小男孩就是艾伯特 艾伯特與奧圖 我可以下來撿這個了 最主要是要撿這個碎片 我這邊的我 對了 我太緊張了啦 他從高處摔下來不會死掉 他不是捷洛特 漂亮喔 好像變得很高端一樣 應該沒東西了 就是類似一個二段跳的功能 這裡應該就這樣啦,沒其他東西了 我再巡邏一下 以免漏掉什麼東西 這裡過不去,沒東西了 GOGOGO 這裡就需要用到二段跳了,一段跳是過不去的 那裡有,我看到上面有碎片了 這個感覺會貪耶 不會 漂亮喔,好險有踩到 想太多了,不會貪 自己下自己 哇,那感覺碎片不會很難收集的樣子 希望碎片都放在這麼明顯的地方就好了,拜託 要放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讓我找不到 這個要踩才能過去啊 可是這個上面我又上不去 開槍 完了,卡關了 對啊 上不去 不要掉下去啊 不要掉下去啊 小傢伙 上不去 上不去 沒其他方法了嗎 來不及 我看看有沒有其他按鍵可以按 為什麼我可以把兔子丟下來 按Q 可以把兔子丟下 喔 喔 我懂了 水 給點提示嘛啦 要讓我自己在那邊按按鍵在那邊抽來抽去 抽來抽去在那邊試 兔子不是 兔子不是死的啦 他可以拿起來的 按Q Q可以丟下 E也可以 就是WASD 那個旁邊的那個 有壓到,這樣可以上去撿了啦 看一下碎片 不錯嘛 感覺都有收集到 喂 給點提示嘛 剛剛那裡有給提示不就不錯啊 告訴你 按Q可以撿起來 對不對 你這隻 你這隻鳥 你這隻鳥想幹嘛 那應該不是鳥啊 那是烏鴉啦 哇 充滿了解謎 水喔 上去 喔 這種應該不會打我啦 對啊 是大隻黑色的那種 這個應該是連動著下面 這個我跳下去應該過不去啦 這裡擋住了 這上面是什麼 我先把兔子留在這邊 啊這個 這個可以運作了 這感覺要把這個 搭起來了 是不是 連起來了 欸 連起來了 喔 我懂了 剛剛我外面丟 丟兔子的地方 是為了把這個 這個拱橋打開 我這樣才能打這個 讓這個 沙袋掉下來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還需要做什麼嗎 下面這個沒有開啊 我應該過不去 要從下面下去啦 這裡應該可以利用這裡的齒輪把這個東西拖出來 試試看 這什麼小熊 可以撿嗎 可以撿嗎 來這邊看看 我這裡應該有東西要拿 喔喔推齒輪 喔這樣子這個就會動了 喔那個就開了 不管 我不管 我想要撿撿看看 看小熊能不能撿 不行 不能撿小熊 喔這個已經幫你搭好了啦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上來了 你就不用從這邊跳了 喔這個是關著的 喔 你就算謎題 謎題解開了東西 喔 為什麼 碎片沒有收集到 我還以為東西都會收集好好的沒有耶 死掉東西都要重撿 看一下 OK 我還以為東西都會收集好好的 他直接幫你放在一個新的點 讓你繼續往前走 沒有 謝謝 謝謝 忍者奧伯特 謝謝各位 讓小孩子拿槍狗感覺就很危險 第二張圖 那個小女孩 天上有飛機 那是飛機嗎 還是鳥 應該是飛機啊 他在盪鞦韆很開心 好 想幹嘛 吃我的子彈 娃娃放著 這個兔子 兔子丟 WTF 這個兔子丟下來的這一個 我剛閃過了烏鴉結果我沒打到他 他還回來要咬我耶 你們有看到嗎 這個兔子丟下來是我自己發現的 難道就不能給一些 教學之類的嗎 這裡有一隻烏鴉 應該再高一點點 好這樣子應該可以 拿著我的兔子 來去撿碎片 謝謝 謝謝各位 繼續上升 感覺又有烏鴉會出現喔 沒有 兔子記得了 所以 這個艾伯特是要去尋找那個小女孩嗎 那什麼故事都沒有耶 結果那個 不能跳 跳會被吹走 結果他說這個遊戲內有內建的 中文字幕跟 語音 我到現在都沒有看到哪裡需要用到 很好啊 哇又是解謎 喔 兔子 對不對 水 感覺之後會 很大量需要 很大量需要用到兔子來幫我做事情 你看這裡有一個黑的球壓到這個機關打開了 可以可以下去了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我什麼都沒看到就死了 發生什麼事了 啊我剛剛是不是被這個旁邊這個尖尖的刺到了 喂不要鬧了好不好 沒有必要那麼嚴苛吧 這裡有東西嗎 感覺這裡好像有東西喔 不知道被齒輪擋住了 感覺那裡就藏寶啊 wtf wtf 喂 來不及啊 糟了我覺得後面 我忘了還以為有二段跳 想要利用兔子二段跳 過去 謝謝 回去拿兔子 謝謝啊 糟了我覺得到後面有很多需要 兔子突然要跟我分離 然後要 閃來閃去的應用 糟糕了 第三封信 機器人嗎 不知道 為什麼漏信啊 碎片感覺都有收集到 我信沒有漏 繼續吧 各種運用 感覺有些地方都要死過才知道 哇 哇 有沒有看到背景嗎 糟了我覺得這是打王 這絕對是打王 絕對是打王 這個這個根本就是機器人嘛 對不對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這幅畫啊 你們看到這個 對不對 機器人對不對 我來先想想要怎麼對付這傢伙 啊 直接開始 背景有齒輪在動耶 這是怎樣 我沒有死啊 我剛剛我剛剛沒事耶 剛剛我我把兔子丟在那邊 喂不會吧 不要跟我講說兔子也算是我耶 我試一次就知道了 我試一次就知道了 我把兔子丟在這邊 欸真的 兔子死了我也算是失敗 我懂了同時三個都都必須按下去 趕快兔子 破壞死光要來了 好險 好險 喂 不對不對 怎麼那麼難 應該是砸三次而已啊 有夠恐怖的雷射光線 兔子趕快 有夠恐怖的雷射光線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跑 啊來不及 快點快點 兔子 我就算沒被燒到兔子被燒到我也一定也是判定是輸的 從那個垂子垂兔子的概念就看得出來了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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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雷射 然後等一下又要有隕石了 趕快趕快移動 保持移動 保持移動 石頭走開啦 我要注意看他的動作 是手還是 還是雷射光線 他是手的話就要趕快跑了 是雷射光線就要準備跳了 垂垂垂垂垂垂 趕快垂 快啊 傷啊 耶 終於過了 終於 如果我剛過的時候我跑到這個石頭下面這個位置呢 是不是又判定失敗了 又要重來了 第一個王 我不知道要打幾個王 我看一下 12個碎片 一個王 可能打兩隻王啦 有可能兩隻王 可是這個圖片才收集到 三張而已 所以也有可能是三隻 好吧 那這一集 我現在做個段落 每打一個王我做一個段落好了 好吧 那那個 那個 奧伯特與奧托 應該是奧伯特與奧托啦 那就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